好 感謝神 天氣又開始回暖 大家亦更有精神 感謝神 今天是雅各書 最後一次的分享 每一次重新讀雅各書的時候 主的話語都給我們有亮光 給我們一些提醒 雅各書所說的 不是很深的道理 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我們不能夠只是聽 只是知道 只是說 而是要去做 有一件事是教會做得最不好的 就是祈禱 今天又要說這件事 因為聖經裡面就是把這件事放在最後 亦都表示是最重要的一個叮鈴 或者提醒 就是祈禱 但是你說祈禱已經講得太多了 是 講得太多 不過做得太少 因此 如果我們說有些什麼是我們忽略的 恐怕就是祈禱 有一個人帶他的兒子去餐廳吃飯 叫了一些食物來的時候 那個爸爸就說 今天我們祈禱吃飯 就是Silent Prayer 蜜土 好 大家父子就在說蜜土 但是爸爸蜜土很快便討完 但是兒子一直閉著眼 一直閉著眼 好像還未曾結束 爸爸說 哎 祈禱沒有 你到底祈禱什麼 那麼久 兒子說 我也不知道我祈禱什麼 因為你說蜜土 蜜土就是不禱告 那就是不禱告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結束 雖然也是一個幽默的說法 但是事實上 很多時候我們所謂蜜土就是不禱告 即是說我閉著眼一會兒 我心裏面不一定在說蜜土 但是並不表示聖經是沒有蜜土 在這個撒母爾記上 撒母爾的母親 當時他心裏面很痛苦 他去到聖殿裏面祈禱 因為他沒有子女 也都未曾懷撒母爾在他裏面 因為他沒有子女 就受到別人的諷刺 他就很難過 於是在聖殿祈禱 但是因為他太難過了 他只是嘴唇動一動 不住的嘴唇在著 好像說話 好像祈禱一樣 但是沒有聲音 因為他心裏面很痛苦 當時那個祭司就說 你來聖殿怎麼可以喝醉酒 他說我不是喝醉酒 因為我心裏面太痛苦了 所以我祈禱都出不了聲 但是我是在這裡祈禱 但是今天我們在教會裏面 當然是有脈討這回事的 但是脈討並不表示不討告 並不表示我們只是閉上眼安靜一下 安靜一下不表示我們是祈禱 但是聖經裏面 關於這個討告的教訓 它是一點都不缺少的 如果你數一下第十三節至二十節 多少次是提到討告、歌頌、祈禱、代求等等 都是強調祈禱的重要性 但是也是教會比較忽略的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祈禱 第二件事就是歌頌 陳詩歌是歌頌神 今天教會缺乏的 是對神那種的討告和敬拜 我分開這幾件事和大家說 這一段說到這幾件事 是提醒我們討告的重要 第一就是為受苦來討告 這種受苦不一定是特別指哪一種苦 或者是貧窮、疾病、環境的困難 或者人際關係上的困難等等 第二種為病患、病的時候祈禱 或者為有病的人祈禱 其實我們所認識的弟兄姊妹 或者親朋戚友 有病的時時都有所聞 所以為病人討告 並不是一件不需要的事 反而是一件常常都有需要的事 第三 為這個社會、國家來討告 因為這個社會、國家 多半的人是不信主 而且是離開聖經的道理 第四 為迷失的人討告 迷失的人就是離開教會 離開神的基督徒 這裏所指的是離開神的基督徒 第一件事跟大家來討論 第十三節說 為你們中間有受苦的 他就該討告 有喜樂的就該歌頌 受苦的人通常會做甚麼事 受苦的人通常會喝酒 會說很多事 會埋怨 會麻醉自己 會用很多的方法 令到自己的痛苦 能夠暫時地放低 但是很多時候受苦的人 是會彼此埋怨的 在第五章前面說到 第九節說 弟兄們 你們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審判 當我們苦 這個苦 是別人所造成的 我們就會 心裏面 存著一種 所謂苦毒 bitterness 以至於我們這個人 是好不好相處 是脾氣不好 是很容易有機會 就是把這個苦 來傾訴 或者是發洩在別人的身上 但是都是無際於事 無論是與人無關的苦 或者是別人造成我的痛苦 無論怎樣去想減輕這些痛苦的時候 結果所謂走入仇牆 仇勁仇 講完回家 還是要講 痛苦完 還是痛苦 今晚哭完 明早起床 又覺得人生很苦 怎樣能夠把那些痛苦 能夠解釋到呢 在詩篇裏面 就講到 有一個人 他心裏面很不平 因為他見到那些作惡的人 很亨通 而他這個善良的人 他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他一直很煩惱 他幾乎是跌倒了 第四篇七十三篇十七節那裡說 他說 直至到我進入了神的跌 我的心才明白過來 不是說來教堂就會明白 而是來到神的面前 就是說當祈禱的時候 他的心才能夠釋放 能夠解開 他才明白 其實神是將那些作惡的人 是放在一個非常之不穩妥 不平安的地方 他才明白 神是會為他伸張公義 他才明白 唯有主是公平公義 人都是會有很多的缺點 人都是會為了自己 現在是何於別人 所以這個人的痛苦 他找到了解脫 就是去到聖殿 去到神的面前 傾訴和討告 詩篇裡面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例子 詩篇二十七篇十三十四節 那裡有講到 我們的盼望是在乎神 我們如今等候什麼 誰能夠解開我心裡的痛苦 誰真是能夠將我所承受的事 能夠承擔過去呢 唯有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你說有些不是我們別人造成的痛苦 譬如我真的身體覺得很痛 聖經裡面有耶穌基督 在赫西馬利園裡面的討告 當時他知道他所最愛的門徒 其中一個由大要出賣他 為了三十兩的銀子 今晚要帶著人 趁著天黑的時候來捉拿他 然後他將會被誤告陷害 被毒打然後被釘十字架 他將會這樣來死去 於是他討告 他說如果可以的 求你叫這個杯離開我 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 是照你的意思 好的時候我們都有一些不能夠 是一下子擺脫的困難 或者痛苦的事 我們都可以學習主耶穌這樣討告 天父肯若可行 如果你願意的話 請你將這個難處來除去 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 是照你的意思 耶穌基督的受苦 帶來我們今天所承受的福氣 所以他的受苦不是無緣無辜的 按照父神的旨意 聖經裡面說 神定義將他押上 以耶穌基督這一位無罪的代替有罪 所以有一些的受苦是極其尊貴的 極其寶貴 就好像父母親為兒女承受很多的艱難 很多的怒苦 這些怒苦是極其值得人去尊敬去回報的 那種的受苦 保羅他曾經這樣說 在哥倫多後書十二章裡 他說 我身上有一根刺 我曾經為這一根刺 沒有人知道這一根刺是什麼 有人說他近事眼 有人說他太太走了 有人說他有什麼病 總之他身上有一個痛苦的事 令他很煩惱 他說我曾經為這件事三次求過主 當然那是三次 就不是一分鐘一次 而是真的很認真地 很迫切地為這件事來討過 但是主並沒有將這個難處拿走 主跟他說 我的恩典是夠利使用的 如果神有一個困難在我們身上 神必定有祂的指言 但是我們是人 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接受痛苦的禮物 我們都是求神 將這個痛苦來除去 但是照著神的意思 總之 哪怕這個痛苦繼續存在 神都是能夠給我們力量 給我們安慰 當耶穌這樣祷告的時候 在下西馬尼縣裡 三次很迫切地為將要承受的苦難 而祷告的時候 盧家福音那裡說 就有天事顯現 加力量給他 哪怕這個難處不離開我們 或者神容許這個難處繼續 神會給我們的力量 神會給我們應許和安慰 所以這裡說 受苦的 他應該 祷告 他應該去祷告 這個祷告 可能是他自己一個人 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 在夜蘭人靜的時候 或者他一個人去散步的時候 一個人煩惱的時候 在這裡祷告 因為有很多的痛苦 是別人不能知道的 那你說 我沒有痛苦 那喜樂的呢 有快樂的事情 就應該怎樣 應該歌頌 你要知道你所得到的 你所成就的 是神給你的 所以要將重贈歸回給神 在歌羅世書三章十六節那裡說 要深備恩感歌頌神 今天我們向神發出的重贈 當然是因為詩歌很優美 歌詞很感動人 但是是不是因為你的內心 真是感受到 真是神在處赐福給我 我今天得到這一點 我今天得到這個機會 我賺取了什麼 真是神給我 因此我發出深備恩感歌頌神 有什麼喜樂的事應該歌頌 但是通常人喜樂的時候 就是大吃一頓 或者跟朋友做一些快樂的事 去看電影 去買東西 購物 因為今天很開心 所以我要請你吃飯 但這裡說 有喜樂的 你要歌頌神 這樣或者我們會比較謙虛 這樣或者我們會知道 其實我所有的好處都是神秘 所以祷告和敬拜神 歌頌神 這兩樣教會極其軟弱的地方 是第一件被提醒 為受苦來祷告 第二 為病的人祷告 這有三件事 他說 如果你中間有病的人 就請教會的獎勞來 因為我們教會沒有獎勞 其實獎勞真的是牧師 請教會的獎勞來 不是一個獎勞 凡是獎勞都可以 或者很多個獎勞 他們可以 因為他們 不是一個 但通常我們有病 我們就找個神醫報道家 是他才行 但問題就是 不是經常都有神醫報道會 神醫報道家也很不空 所以請教會的獎勞來 他們 不是一個獎勞 而是教會的同工們 去祈禱 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 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第一 第二 為他祷告 第三 出於信心的祈禱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來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第三 就是赦免 抹油 祈禱 赦免 這三件事 這樣要解釋 否則 為何牧師為我祈禱的時候 沒有用油來抹我 他說 在《路口福音》第十章 裡面有一個很深的薩瑪利亞人 他所作的事 可以給我們一個解釋 當時有一個人 在行路的時候被強盜搶劫 打傷 他倒在老婆 祭司經過 沒有空不理他 利米人經過 沒有空不理他 但有一個薩瑪利亞人 薩瑪利亞人 即是一個外族人 一個非猶太人 一個被猶太人所藐視的人 就有好心 反而就憐憫他 在《路口福音》第十章三十四節 那裡說 就上前 來輔助他 將酒和油 倒在他的傷口上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 其實我們是廣東人 非常明白 擦若油 因為油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種有治療的意義 作用 亦都表示一種舒緩他的痛苦 所以用酒和油 耶穌基督也曾經猜顯 他的門徒出去傳道的時候 那些門徒也是用油 來抹過一些病人 在《馬可福音》第六章 第十三節那裡 門徒就出去傳道 叫人悔改 又說出很多鬼 用油抹你去多病人 自好哄 所以當時 在猶太人的習俗裏面 用油去抹一個人 就是表示一個醫治的意思 並不表示他們是醫生 但是用油抹他也代表著 這個聖靈的工作 因為聖靈在舊約時代 往往是用高油來作代表 所以耶穌說 主的靈高我 叫我去傳道等等 所以總括來說 用油抹他的意思 就是去安慰這個人 去勉勵這個人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 身體軟弱 或者心靈軟弱 這個軟弱 不是犯罪的軟弱 而是灰心 灰心喪志 我們就請長老去安慰他的意思 那你說是否一定要用一瓶油 來抹那個病人 來為他討告才行呢 我們中文非常好 他說他們可以奉主的命 用油抹他 即是說 你可以這樣做 如果有一個牧師為你祈禱的時候 他說我用油抹在你的頭上 為你祈禱 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並非一定要這樣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能夠救那個病人 不是那些油 這裡說 出於信心的祈禱 要救那病人 對那個病人有幫助的是祈禱 不是那些油 那些油是做什麼呢 是代表的意義 因為呢 我們今天在美國 也不可以隨便去practice 不可以隨便去醫人 如果你不是醫生 你隨便去醫人 別人去告你的 也提醒我們 那個時代和這個時代不同 因此 今天如果一個傳道 一個牧師為病人討告的時候 他用油去抹在這個人的額頭上 也好 怎樣也好 是一個屬靈的意義 就代表著 祈求聖靈 來安慰你 醫治你 這樣的意思 第二個呢 就要出於信心的祈禱 為那個人祈求 請大家留意 你為什麼要祈禱呢 如果祈禱只是一個儀式 一個手續 那沒有什麼意思 在聖經裡面 路交福音第五章 講到有幾個人 是抬他們的朋友 來求耶穌醫治 聖經路交福音五章二十節 那裡說 耶穌看見他們的信心 為什麼祈禱呢 因為你信 因為你信 你祈禱 神是會聽 神聽祈禱 神是可以醫好那個人 所以你祈禱 否則祈禱是什麼呢 就是自己騙自己 如果神是假的 你為什麼要祈禱呢 如果神是不會聽你祈禱 你又何必祈禱呢 因為你相信 所以你祈禱 出於信心的祈禱 你說有祈禱不是出於信心的嗎 有 很多人祈禱好像念經一樣 一種儀式或者一種手續 一種自己安慰自己 不是真的相信的 所以祈禱是要有信心 有時候我們真的不知道怎樣祈禱 羅馬書第八章那裡說 我們的軟弱 我們不知道怎樣祈禱 但是聖靈教導我們怎樣祈禱 要用一書那裡說 如果你要照著神的旨意求 神必定會聽我們 因此我們可以 求神教導我們祈禱 出於信心的祈禱 要救那病人 你說那是否每次我有病 牧師祈禱我一定會痊癒呢 如果是神的旨意 就一定會痊癒 你怎麼知道神的旨意呢 你祈禱 神叫你怎樣祈禱 就怎樣祈禱 我記得以前黃博士說過一個道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很留意的聽 我們教會年老的黃博士 曾經他說 他為一個人祈禱 他問他的家人 他們 願不願意我這樣祈禱 我祈禱求主 將他快些接走 記不記得他這樣說過 是很有道理的 那個人的情況 黃博士 他心裏覺得 我應該求主 將他快些接走 有時候是這樣 但問題就是沒有人知道 除非神真的這樣感動你 沒有人知道 你應該求神醫治他 因為求神將他快些接走 你只能夠求神醫治他 按住主的意思來成就 所以有時候 我們為一個有病的人祈禱 祈禱 祈禱 有時候我們為一個有病的人祈禱 祈禱 祈禱很快就離開了世界 主的旨意成全 出於信心的祈禱 即是說 照著神的旨意的祈禱 必定是會 治好那個人 如果神的旨意是今天要他完全好 神必定會做得到 總之是要憑著信心 就是說 相信神的旨意必定能夠成全 這樣的討告 第三 第三個更難 如果這個人犯了罪 便必蒙赦免 那是不是所有犯罪的基督徒 都會病 另一個問題 是不是有病的基督徒 都犯了罪 也不是 不過 有些人犯罪 是會病的 有些人犯罪 是會帶來疾病的 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 那裡說 有些人混亂聖餐 這一個飢餓 那一個酒醉 在領受主聖餐的時候 一點都不尊重 喝醉酒 就走來領受主的身體 主的補血 然後保羅說 因此 在你們中間 有軟弱的 有患病的 死的 也不少 很可怕 因為他們冒犯了主 所以他們病了 其實都不需要聖經去講明白 我們都知道 有一些事 你做了是會病的 尤其是有些有罪的事 做了是會帶來疾病的結果 因此為有病的人討告 除了要有信心 除了要安慰他 最重要的就是求主赦免他 如果他今天病 是因為犯罪的緣故 在詩篇32篇第三節裡說 當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 這個是大違和 當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 我就骨頭都敷乾了 即是說 那個罪在他的內心裡 是有一種很大的壓力 甚至乎他的身體都感受到不適 不舒服 甚至乎病 所以不是病的人一定犯了罪 而是有一些病是因為犯罪而帶來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犯了罪 甚至他若犯了罪 也必無赦免 因此當一個長老 或者一批長老 去為一個有病的會友來祈禱的時候 這個會友如果心裡覺得 我今天有這個病是因為犯罪的緣故 他是可以說出來 這裡說 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如果你知道 你覺得這個病是因為犯罪 得罪神的 當長老為你討告的時候 你可以承認 長老亦都為你的罪 求神赦免 他不能夠赦免你 只有神可以赦免你 但是如果有罪 神也都必定願意赦免那個人 必定願意赦免那個人 因此 當然有一些罪 有一些不好的行為 是不需要向全教會宣布的 有一些是需要向全教會宣布的 在這些事情上面 提醒我們 為病人討告的時候 不單止是要給他有安慰 不單止要有信心 還要幫助他 將他內心的虧欠 或者內心的罪 能夠幫助他去悔改 所以為病人討告有這麼多需要注意的事 第三 為這個社會來討告 這裏呢 十六節最後 他說二人祈禱所發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鼓勵我們祈禱 告訴我們 祈禱是有用的 不是浪費時間的 不是自己欺騙自己的 是大有功效的 然後他就舉出以利亞這個例子 以利亞曾經祈禱在加密山上 三年沒有下雨 但是他祈禱最後 當日就下大雨了 一直以來他的同胞都拜偶像 因為他們的皇后耶穌別是拜偶像的 所以國家已經離棄了神 但是當日火又降下來 大雨又降下來 整個國家都在悔改 就說 耶和華是神在此苦福敬拜 這麼大的果效 都是因為他祈禱 好了 看看二人祈禱所發的力量 這句話 要二人 你說我一個人不是二人不夠好 先別說這句話 首先說針言十五章二十九節 那裡說 二人的祈禱很重要 神是不聽罪人的討告 在針言十五章二十九節 耶和華遠離惡人 他說聽二人的討告 如果你是一個二人 神必定會聽你討告 你說我不是二人 你不是二人 我也不是二人 但我們都是恩信清義的人 我們都是因為耶穌基督 而被稱為二的人 所以如果你接受主 求主赦免你的罪 那你都是二人 我都是二人 二人討告是有用的 為甚麼呢 因為神會聽 不是因為那個二人很厲害 而是因為那個二人 是神會聽他祈禱 因此 為甚麼我祈禱很多次都沒有成就 或者此刻 我們是違背著神 或者我們是 聖經這邊說 如果我們心裏面注重罪孽 神是不會聽討告的 神不會被人利用 神不會被一個罪人來利用他 做甚麼事做甚麼事 唯有敬奉神 遵行祂旨意的 神才會聽祂討告 所以第一個就是二人 其次就要甚麼呢 就要肯切討告 請留意到十七節 他說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聖情的人 在我們的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以利亞並沒有高大一些 又或者是強壯一些 以利亞都是一樣 跟我們一樣 以利亞會肚餓 會口渴 會害怕 會灰心 這些都發生過了 但是 以利亞跟我們是一樣的聖情 即是說我們都是一樣 不過有一件事不一樣 就是祂肯切討告 而我們不肯切討告 那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有些人討告 隨隨便便 有些人討告便很認真 你說這麼認真做甚麼 因為神是透過我們的討告 來行事 神是看我們是否很認真地向著祂 是否很迫切地祈求 或者很有行心地來討告 因為討告一次就說 我討告過也沒有用的 以利亞怎樣行切討告 他開始的時候 他面對面的 對當時的阿哈王說 他說 這幾年如果我不討告 便不會下雨 又不是因為他說話 終於誇大 而是生命教裡面說過 如果以色列人利器神 天就會不下雨 是有這樣說過 所以他說 如果我不討告便不會下雨 其實是因為他們百姓得罪了神 所以他討告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然後到落雨那天 他怎樣討告呢 在列王記下的十八章 描寫他當時的討告 就是說當那些百姓見到火降下來 都低頭苦伏敬拜的神的時候 還未下雨 以利亞就跑到山上 屈身在地 聖經說他屈身在地 整個人就趴在地上 來狠求神 下雨 還說他的頭 放在兩個膝蓋中間 怎樣可以把頭 放在兩個膝蓋中間 我不明白 但一定是他非常屈身 很認真地祈求 祈禱一次又不行 兩次又不行 祈禱七次才見到很遠的地方 因為加密山都可以看到地中海 很遠的地方 有很小的一塊雲 飄過來 他就說 將要下大雨 因為他已經知道 所以他的狠切討告 是一種見不到果效 而繼續討告的討告 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能夠體會 就是為何祈禱都沒有用 一次又不行 兩次又不行 你有沒有祈禱七次 你有沒有很狠切 以利亞和我們是一種聖情的人 但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狠切討告 而我們不夠狠切討告 以利亞為了他的社會 國家感覺到非常悲傷 因為看到他的同胞 每個人都是拜偶像 離棄神 整個國家的人都不出聲 天不下雨 大家都在樹上受苦 唯有他在樹上狠切討告 羅馬書十二章十二節說 討告要行切 討告要行切 因為行深要逼切 然後看到他大有力量 他說 這個十七節說 他狠切討告 求不要下雨 天就三年六個月不下雨 他又討告 天就降雨 這個人為何可以呼風喚雨 因為他狠切討告 他照著神的意思來討告 於是表面上看起來 他是極有能力 事實上是因為 他是一個很認真去祈禱的人 今天我們好像都不缺乏雨水 但是我們缺乏熟靈的金林 我們缺乏靈性的復興 不久以前 一個禮拜之前 有新的教宗選立出來 這個新的教宗 我對他有挺好的印象 他說 如果我們沒有靈性的復興 他真的跟天主教說 天主教說 如果沒有靈性的根深 沒有靈性的復興 我們將會成為 一個很有憐憫心腸的 非政府組織 就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是一個慈善機構 是一個極大的慈善機構 一個十幾億人的慈善機構 但沒有靈性的根深 我們只是一個慈善機構 而不是一個全耶蘇基督福音的教會 我覺得他講得很對 他說如果是這樣 我們將會 這句話更可怕 我們將會像小孩 在沙灘那裡 用沙來堆砌一個城堡 好嗎? 好 浪一衝就沒有了 所以今天我們一樣 我們需要見到一個靈性的復興和根深 怎樣能夠做得到呢? 扮一個陪寧會 鼓勵大家去參加一個退休會 或者用任何的方法 都不如我們在樹懇賜地討告 有恆心的迫切地繼續去討告 於是發生極大的果函 最後一件事 為迷失的人討告 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 是不再去教會的了 有多少的基督徒是灰心 或者因為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就和神都是疏遠了 或者內心遇到一些困難 一些的討告沒有成就 他就灰心了 這樣的人是不在少數的 所以這裡說 我們弟兄們 你們中間如果有失迷真度的人 不再走在真度上的人 有人使他回轉 這個人應該知道 這樣就是救這個人 叫這個人從迷路上轉回 就是救他的靈魂不死 並且會遮蓋許多的罪 使一個人回轉 加拉提書第六章第一節說 你們屬靈的人要去挽回那些 軟弱迷失的人 但自己也要小心 恐怕自己也被對方拉了下去 為迷失的人討告 多少的人已經在信仰的道路上 迷失了灰心了 又或者放棄了 以後我退休的時候 我會回來教會 現在退休都沒有回來 因為心裡有一種解不開的困難 或者有一種令他灰心喪志的事情 如何將他挽回 其實前面所說 請教會的長老來 為生病的人討告 有解經家說 那裡所說的不是身體上的病 是心靈上的疲乏困倦 為他們討告 為他們沒有安慰勉勵他 然後為他討告 然後如果他內心有什麼罪 幫助他向主認罪悔改 這些工作 如果不是透過祈禱 任何人都不能憑自己 去改變另一個人 唯有時事的為他討告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大祭司 事事在主的父神的寶座面前 是為我們代求 去看出我們的軟弱 耶穌基督所做的工作 其中一個最重要 是為我們討告 而我們都是一樣 我們能夠為另一個基督徒所做的事 恐怕最有效果 最有用的 最有影響 就是為他討告 使他從迷路中迴轉 是多麼有價值 能夠救他不死 不是說這個人犯了罪 基督徒就連救恩也沒有了 耶穌基督徒就說 耶穌基督徒說 如果你看到弟兄犯了罪 如果你看到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 你要為他討告 這個也給我們一個提醒 我們知道有哪一位信徒 他已經很軟弱犯罪了 約翰一書說要為他討告 是救他幫他為他討告 然後遮蓋許多的罪 然後遮蓋許多的罪 什麼罪呢 這句說話是比特前書四章八節有說的 那裡不是這樣說 那裡說愛能夠遮蓋許多的罪 那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愛能夠遮蓋許多的罪 你叫他迴轉能夠遮蓋許多的罪 就是說你因為愛所以你叫他迴轉 因為愛所以你為他討告 愛弟兄就是為他討告 如果他迴轉 他可以免除很多他將要犯的罪 甚至乎他以前犯的罪都被遮蓋 所以是極其有價值的 這幾樣東西是我們很需要去討告 討告是有功效的 如果一時之間沒有功效 耶穌基督曾經說過一個故事 他說有一個人半夜去求一個官 求他去申冤 有一個人半夜去求一個朋友 又問他拿一個餅 那個人都不給 那個官人不為他申冤 但是那個人一直這樣求 結果都得了 結果對方都肯起來幫他 然後耶穌說了一句話 他說 然而人子來的時候 遇得見有信心的人 或者信德的人 有誰會一直這樣祈禱 直到耶穌再來 耶穌都嘆息這樣的人是少的 是少的 所以每個教會的祈禱會 都是人少 不是每個 就是很多 有些教會祈禱會有很多人 祈禱會比主日崇拜還多 不過提醒我們 一書第一章說 指示我們不要單單聽道 自己欺騙自己 因為聽道不行道 就好像人對著鏡子 觀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看見走後就忘記了 唯有聽了去做出來的人 這樣的人才有福 祈禱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就是講祈禱、聽祈禱 不如真正去祈禱 那書如果你做一個結論 就是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如果聖經的道理 我們只是知道 沒有去做還是不夠的 如果我們去實行的話 我們才可以真正的蒙福 曾經有一位牧師 他在年輕的時候 在一個教會做牧師 去到的時候 那個教會的人就跟他說 有一位老先生跟他說 這個是Dr. Chapman 去到Philadelphia 教會牧會 他講完道後 有一位老先生跟他說 他說 You're pretty young to be the pastor of this church 你做我們的牧師 好像有點太年輕 那查文牧師聽了之後 如果是我們 我們會有什麼感覺呢 那個人繼續說 老先生說 不過這樣 我呢 就要為你祈禱 求聖靈給你能力 不單止我 我還有兩個人 我們會繼續為你祈禱 因為你這個 這麼年輕的牧師 來牧養我們這間教會 就是太年輕了 那查文博士 當時他說 我都不是覺得很難過 就是對方這樣跟我說 並沒有很難過 因為他只不過說 為我祈禱 又沒有說要開除我 又沒有說不請我 他說為我祈禱 那就好啊 結果這個老先生 這三個人就為牧師祈禱 後來他就次次聚會 之前就為牧師祈禱 不是祈禱幾句 一直這樣祈禱 三個人後來變成十個 十個變成二十個 二十個變成五十個 二十個變成五十個 後來兩百個 每次崇拜之前 有兩百個人 就為牧師祈禱 那牧師會怎樣呢 那牧師呢 就覺得非常之有福氣 因為呢 他上去講道 他就兩百個人 曾經為他今天講道來祈禱 那結果又怎樣呢 結果這個教會 在三年裏面 就有一千一百個人信主 加入教會 那是牧師聰明啊 年少有為啊 還是老先生祈禱呢 總之 祈禱 神是會聽的 如果我們肯祈禱 如果我們肯 行徹祈禱 這裡說是大有功效 但是人子來的時候 能否見到有這種信心 這樣做的人呢 如果我們在團契的時候 作見證 我們祈禱神幫助我們 這樣的見證 是否很能夠鼓勵自己 鼓勵別人 除了個人的脈討 不開聲的討告 我們一起討告的時候 如果我們一起討告 只能夠有脈討 還是不夠 我們不能夠 互相講阿門去支持 去同心的討告 除了個人的討告之外 除了長老的討告之外 這裡說我們要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 一個互相代求的教會 我相信是一個 極有神的同在 有見證的教會 所以讓我們彼此勉勵 我們真是學習阿國書 最後所吩咐我們的 我們要懇賜討告 我們一起祈禱 天父上帝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給我們討告的權並 感謝你的聖靈幫助我們 主要我們不懂得如何討告 但是聖靈卻是幫助我們的軟弱 主要求你 讓我們生活上 不至於過份的忙碌 過份的奔波 以至於我們不能安靜下來 主要求我們安靜的時候 我們的心能夠安靜在你的面前 能夠以討告 使得我們自己可以聽下來 可以聆聽主 你聖靈的感動 聖靈的聲音 可以將我們的苦 來傾訴 將我們的病 來交託給你 也將我們為這個社會 所有的顧慮 來向主呼求 亦為我們所愛的弟兄姊妹 那些迷失的 軟弱的大道主的面前 奉主耶穌的名通告 Amen